人生难得,经已得 佛法难闻,经已闻 因为学佛是学我们内心的科学 一个人要懂得内心 他就懂得人类的精髓 当一个人学佛之后 他会懂得慈悲众生 明心见性 所以佛法是推动世界和平的良方 我们以慈悲实践和利益众生之行 我们以戒为师 要修行内心的环境 要以觉悟实践人类精神的净土化 所以当一个人 能够有学佛的信仰 实际上就是理智的延续 因为我们人不能作为一种在人间欲望的产物 所以生在这个世界当中 我们不管在人间有多少 惊涂骇浪中 都是为名为利 到头来 人生一场空 所以在人间随着时空幻象 让我们宝藏着人间永远的悲欢离合 所以我们今天学佛了 我们是有智慧的 我们是懂得怎么样 能够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有决性 所以一个人的成功 一个人的理想 是来自于自己的决性圆满 所以要懂得人生 知人生 就知梦幻 因为当我们已经过去的岁月 不管给我们带来多少伤悲 我们知道这是过去 当我们今天学佛了 我们就应该有更高的境界 来克制自己对人间的一些诉求 要用一颗纯洁的心 要凌驾于自我的欲望和人生的习性之上 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地学佛 学佛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 学佛实际上就是跟自己的自私 和跟自己的欲望 产生一种争斗 要能够战胜它 所以师父经常跟大家讲 一个人最难战胜的并不是别人 而是自己 一个人整天想改变别人 那是个愚者 要能够想办法改变别人 实际上你就是在钻死胡同 因为别人不会随着你的意志而改变 如果想让别人改变 我们就要改变自己 一个人如果想让别人学佛 你就得自己好好学佛 所以我们要看淡风云 我们心应该在陀界 人在人道 但是我们的心要懂得在天界 所以为什么在人间 每个人的境界不一样 同样有的人活一生 是为众生的 他众于泰山 而有的人活一生为自私 为自己轻于红毛 所以学佛就是让自己 彻底的心胡灌定 让自己能够终生开悟 所以希望你们这么多学佛人 要能够摆脱自我的困境 现在全世界这么多的人 都有忧郁症 有四亿三千万人 想一想 这些都是因为心灵的创伤所受 所以希望大家 能够放下自我 每一天多想着大家 你就会慢慢的放下小假 每一天都懂得众生 你才不会牵挂自我 每个人都想着国家 国家会强大 每个人都想着世界和平 这个世界将会变得更加和蔼可亲 所以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 整个世界超人类一世界的 一个光明的亮点 所以我们虽然活在人间 但是我们心要像宇宙空间般的伟大 中文字幕 根本集了